马哈迪结束中国之行之后 回来感觉上他对中资的态度 似乎有了一些不同 有了一些变化 早前媒体就报导 敦马说要拆掉关丹的中国万里长城 就是因为这个长城 这个高墙是围绕在马中产业园 其实后来证实说 其实并不是这个港城 并不是围绕在马中产业 而是联合钢铁厂的一个工厂的篱包 如今敦马又丢下一颗震撼弹 他说禁止外国人购买 新山森林城市的房产 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决定 不过这个新闻报导 却是来自外国媒体 是来自路透社 我对这项经历就感到非常疑惑 那么拿来就有很多的问号 而这些问号 必须有待更多的更杂实的内容来证实 那么敦马他对森林城市没有好感 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那么早些他也曾经说 不应该由外国人来进行房产 因为这个房产 项目将会引起大量的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 甚至他们可以获得这个居留权 甚至是公民权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呢 根据这个新州日报的报导 就有指出马哈迪就宣布 政府不允许森林城市发展商呢 将这个房产售卖给外国人 而且他也强调 他说政府呢 是不会向外国人发放这一个居留的签证 可以让他们住在森林城市 所以可以肯定的就是呢 这一座城市呢 新建的任何的房产 都不能卖给外国人 这是敦马呢宣布停止 三项中资发展计划之后的 另外一项行动 那他说呢 政府呢是反对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子也会导致 马来西亚人呢 是没有能力购买的 好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一旦落实之后呢 他就是等于坚决的 判了森林城市死刑 因为这个项目呢 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外国人 特别是中国跟新加坡 来买森林城市的房产 当中呢 就以中国人为主要的 这个销售对象 那么因为这个发展项目呢 是由中国最大的发展商 就是碧桂园来进行的 而且这项禁令呢 其实还有很多不清楚的一个 甚至是一些模糊的一些地方 那么敦马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来禁止外国人购买 森林城市的这个房产呢 当外国人可以购买 马来西亚其他的这些房地产 当然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 比如说这些房产的价值必须要超过 一百万令吉以上 那么为何森林城市不能够让外国人购买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问号 而且这项禁令呢 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它不仅仅影响到发展商 碧桂园也直接冲击了当地的这个发展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 我并不是为这个碧桂园在说话 只是这一项禁令呢 影响的层面实在是太广了 因为发展商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发展这个项目 而且他们的这些名牌的高尔富球场啊 这些来自美国著名的国际学校 已经开始在森林城市落户 那么如今你不能够卖给外国人的话呢 那么换言之 买家就只有你我他马来西亚的人 但是这么贵的房产 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呀 对这是一个关键哦 OK那当然呢 关于呢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细节 是需要理清的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呢 根据中国第一财经报道指出呢 他就引述了碧桂园负责人的话 他说呢碧桂园方面呢 已经向大马政府呢 就是核实了 他说呢 马哈迪呢 没有说呢 从未啊 就是禁止将这个森林城市 售卖给外国人 那根据这个负责人的说法就是 我国政府呢 将会在稍晚的时候呢 会针对这件事情的发表呢 另外一个就是 重视的声明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就像是志峰说的 其实敦马呢 早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表明 他就是反对这一项 森林城的计划 他就强调说呢 现在呢 你就是购买了 很多很多马来西亚的土地 然后你建造 马来西亚人 自己本身买不起的 这个宏大城市的做法 他说呢 不管不算呢 是一种外国的投资 当然他也说了 这一项计划呢 到了最后 可能会引进的就是 七十万的中国人 好 那么虽然媒体已经报道了此事 但是此刻呢 还需要等三方面的 关键的决策者 来回应这个事情 第一呢 就是当然是中央政府 敦马的这个正式的声明 第二呢 就是柔佛政府的立场 那么第三呢 就是森林城市 本身的这个回应 不过呢 根据媒体报道 森林城市被路透社询问的时候呢 就反映说 我们现在暂时无意回应 敦马的这个谈话 那么森林城市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总投资额是超过了4000亿令吉 而当中有60%的这个资金是来自中国 好了 现在的这个碧桂园 森林城市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而这个问号呢 也间接牵涉到柔佛的这个王室 因为柔佛苏丹呢 在这个项目上有他的这个股权 所以一旦这个项目进入冬眠 甚至是这个外国人没有办法购买的情况的话呢 那么柔佛苏丹也会直接受影响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